本周货币市场交易动荡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周五下午三点的外汇市场实力派 我是麦克德莫特 英镑美元下跌0.74% 为今天的先行者 早盘中略有上涨后 汇率开始持续难移 美元持续看涨 畏惧涨跌表榜首 加拿大核心通胀报告 上涨到最高水平 家园靠近表格顶部 高出安全避风港日元 0.13% 今天新西兰投票选举 新西兰元略高出澳元 澳元则为最悲观的商品货币 欧元仅略高出瑞郎 这两种货币今天都看跌 但它们都略高出英镑 英镑受到苏格兰公投失败的影响 再来看一下长期图表 家园日元有最大单周上涨 共上涨2.72% 澳元家园有最大下跌 红色部分显示为2.18% 家园日元有最大月涨幅 共上涨5.55% 澳元家园有最大下跌 共下跌3.91% 以上内容为本周五的实力派 中央将继续为您带来货币市场的相关消息 周末愉快 再见 拜拜